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却坚信自己是善良的 可是好友转头就出卖了他 还让他丢掉了工作 失忆的雅瑟在地铁上遇到了三个衣冠楚楚的混混 此时他的间歇性狂笑不合时宜的发作 让他再次受到了欺辱 还被骂作怪胎 忍无可忍之下 他掏出了枪杀死了第一个人 然后他追了出去 对逃走的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在短暂的失神之后 理智让他快速逃离现场 惊慌的逃窜进了公共厕所 然后开始了优雅的舞蹈 这一幕强烈而突兀 仿佛是一种脱掉镣铐之后的起舞 也仿佛是一种仪式 暗喻者在肮脏的环境里 孕育出了优雅的花朵 他内心的欲望第一次苏醒 从封闭的厕所走出去的那一瞬间 小丑第一次活了过来 而小丑面具之后的那个人 也在渐渐的消失 小丑的第二次觉醒 是在生活的希望完全泯灭之后 雅瑟的母亲一直在给歌坛师首妇托马斯韦恩写信 因为她曾经在韦恩庄园工作 希望托马斯能够帮助他们母子走出困境 可是一直得不到回复 直到雅瑟拆开了信件 才发现母亲竟然是托马斯韦恩的情人 而自己竟然是托马斯的私生子 这个情况出现得让人始料不及 但是也让雅瑟稍稍燃起了一点对于未来的希望 而居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黑人女子 也对她露出了善意的微笑 甚至去俱乐部看她的表演 在医院里陪伴她 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为了求证 雅瑟来到了奢华的韦恩庄园 在这里遇到了年幼的布鲁斯韦恩 也就是蝙蝠侠本人 两个宿迪隔着一扇铁门 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相遇 但是管家阿尔弗雷德制止了雅瑟的善意 还说她母亲有妄想症 一切都只是她的幻想 甚至还因此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雅瑟也只是被收养的 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然后雅瑟混进了剧院 遇到了托马斯韦恩 傲慢的拒绝 为了查出真相 雅瑟来到了阿卡姆精神病院 抢到了30年前的病例 结果却发现 阿尔弗雷德所说的都是事实 她真的只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 而母亲也真的有妄想症 她一直以来的坚持 都只是一个笑话 她失魂落魄地来到黑人女子家 希望能够获得一点安慰 但是她惊讶的表情让雅瑟发现 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想而已 从来就没有人对她微笑 希望就像野火 不断地点燃欲望 但是在燃烧过后 只会剩下丑陋的窗椅 雅瑟躲进了冰箱里 她内心深处的疯狂 在所有的希望都抹灭之后 似乎正在化解成蝶 小丑的第三次觉醒 是在她的理想消失之后 雅瑟的一名叫嘉年华 因为她一直认为 自己的使命就是为阴暗冷漠的世界 带来欢乐 但是却始终得不到认可和掌声 甚至她一直喜欢的莫瑞弗兰克吐口秀 还把她表演失误的画面当作调侃的段子 这让她非常的苦恼和愤怒 此时 民风淳朴的歌谈是 因为小丑地铁杀人事件 和托马斯韦恩曾经嘲讽不思进取的民众是诺夫 正在发生着一场暴乱 但民众把小丑当作英雄 可是造成这一切的人却始终只能躲在阴影里 直到莫瑞弗兰克吐口秀给亚瑟打电话 希望她能来参加节目 于是亚瑟给自己染了绿色的头发 画上了小丑的经典妆容 穿上了红色的西装 在长长的台阶上轻盈的起舞 上扬的嘴角和脸上的妆融为一体 她此时已经不再压抑自己内心深处的小丑了 在她前往剧组的路上 调查杀人案的探员追赶而来 亚瑟混进了地铁 正要去游行的人们帮她化解了危机 大概是从这一刻起 小丑开始发现了追随者的力量 在上台之前 她再次舞蹈 并且要求莫瑞称呼她为Joker 因为她一直都知道 请她上节目只是为了羞辱她 所以她打算死在直播中 让灯光为她悲哀的理想谢幕 可是当她看到笔记本中写着 我的死比我的人生更有意义时 她改变了主意 她在直播中讲出了地铁中杀人的事实 并且深入前出的 X了一下歌坛师的现状 然后直接打死了莫瑞 这一事件开始全面发酵 引起了一系列的动荡 而小丑在被运往监狱的路上仍然在笑 然后她被众多的追随者救了出来 她站在车顶上 在X的欢呼声中再次舞蹈 用自己的鲜血 画出了最后的小丑妆容 这次小丑真的和她融为了一体 变成了黑暗中的舞者 而托马斯韦恩在此时也带着布鲁斯韦恩 走进了宿命中的那条小巷 DC宇宙的齿轮开始了缓慢的转动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是柯达电影 看在我这么努力挖掘电影